大家好,我是猴子,带你看看城市中的老建筑 这里是大连文化街,还保留着不少上世纪初盖的老房子 路过看到一个十大店,感觉像穿越到了三十年前 商品还陈列在玻璃上,有个滑动的小窗 想起了小时候买东西都是在这种小铺里买的 窗板是一块一块木头,写的编号 现在城市里已经很难找到这种小卖部 有路石杂店,上面卖的烟 这竟然还有公用电话 这是另一个小店,看起来特别有年代感 庐山富石店,这也是建在一个日本房下面 这条巷子叫宝贝箱 右侧有一个很典型的日本房 木质的屋顶,外延深处很多 还有一个八角形的窗户 主人把窗子也重新换过,看起来很漂亮 这也是一栋日本房 房子的年龄大概有90到100年 墙外面种了很多植物 墙顶的瓦片看起来也不错 刚才在远处看见一个老人进到屋里 这种房子目前大多都是老人在住 屋檐的边缘的木头已经有些破损了 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这条巷子里的每一栋房子看起来都不太一样 这应该也是一栋改造过的房子 玻璃很大 这个楼梯还是很有特点的 这栋看起来也不错 浓浓的日式风格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下期见,拜拜